大家好,我现在在河南新乡 今天是7月24号 看一下新乡暴雨过后的最新情况 这里有一个消防车 路上还是有很多的救援车 各地的救援队都来了 今天天气非常好 大晴天,太阳很大 这个是移动通信的基站 是用拖拉机拖的 因为好多地方现在信号不好 所以应急的这些站也要过来 大铲车 前面就是渭河 昨天渭河水它漫出来了 再过去看看今天是什么情况 这里堆了很多的沙袋 非常多的沙袋 看看今天的水位怎么样 从这个角度看一下 这个水位还是特别的高 离这个桥墩就这么一点点距离了 这都两三天过去了 水位还降不下去 这个是昨天抢险的一个位置 就是堆的都是沙袋的这里 因为昨天这个渭河水它漫过来了 所以好多人过来自愿的 主动的过来装沙袋 都堆在河堤那里 加固这个河堤 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你看这么多水 都是昨天漫过来的 从这个地方就能看出来 水是怎么涌上来的 在这个出入口这里 因为没有栏杆 没有大堤 直接从这里涌过来 现在都堵上沙袋了 今天太阳出来了 把这些鞋子呀 衣服背着都拿出来晒一晒 还有这些毯子之类的 还有人在钓鱼现在 这些车辆都是 其他省份过来支援的 我看插红旗的那个是中祥的 湖北中祥 你看这个他们是一个车队的 很多救援车辆 有的救援队还拖着这个 这个叫什么冲锋艇吧 那也有一个冲锋艇 这个比较管用啊 因为好多路段都积水 人都过不去的 今天的救援车明显多了很多啊 这个是 这水上冲浪的那个艇嘛 这边有好几个呢 这个都是用皮卡车拖着的 皮卡车底盘高啊 动力强 这个挺管用的 这个水上卡卡的 这山东的车啊 这拖车怎么是这样的呢 感觉这个车要掉下来了 没有绑好嘛 这个车还不断的往下滴水啊 现在新乡有的地方有电 有的地方没电 你看这个店 现在也在用发电机 发电机声音非常大 矿东来这里 给免费充电啊 全是插电板 充电的时候 坐在那里休息啊 这边还有一排插电板的 充电的手机好多呀 重建的时候 坐在这里休息一下 这就是我昨天晚上住的地方 昨天找了一个民宿 在这小区里面呢 这小区里楼盖的挺多 挺密的啊 党的房间里采光都不好了 看一下房间内吧 这是公寓改的民宿 装修还可以啊 还是一个原床的 挺有情调的一个地方 这房间什么都好 就是昨天晚上没有电 卫生间是有水的 但是没有电 电梯也是有电的 唯独就是房间不给供电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公寓房的原因吧 整个小区 昨天晚上全都是黑不隆东的 好多人家 我看点的蜡烛啊 今天换个地方住吧 不在这住了 这没有电受不了 手机都快没电了 昨天幸亏有个充电宝啊 现在充电宝的电也让我用完了 今天换个地方去啊 又到火车站了 昨天订的新乡区洛阳的火车 今天停了 今天有的公交车线路开了 有的还没有开呢 火车停了 但是有个好消息 就是汽车站开了 刚才我买到一个去洛阳的车 今天下午四点的 现在我进去后车了 出发了 这边还在抽水呢 汽车站